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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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当然收到消息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的震惊很难以置信 但是我就马上就飞过去西马那边 毕业好之后开始在那边找工作 然后平常呢只是定期检查 每三个月检查一次 或者到后面半年检查一次 可是有一天就是2018年2月的时候 我接到一个医院的电话 通知我说他的肿瘤转移到了肺部 我们开始感觉到事态有点严重 因为一直以来就以为是没事的 他这个癌呢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一种癌 其实真正是没有一个专科医生 所以我们就也是到处去寻求 看有什么可以做的 每个医生听到这个叫 Avila soft part Sapoma 他们都只是说 这个是很难治的一个病 然后也没有特效药 电疗化疗 其实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有效啦 我们用免疫治疗方法 我们就是透过饮食 运动 癌毒 还有吃一些产品 穿什么 布 挂 黄电 我们全部都帮他尝试了 在这期间我就设到了一个祷告的勇士主 就是我自己本身的兄弟姐妹 我的家人 然后就是他们的祷告支撑整个的过程 然后4月份的时候 他开始头痛 我就有一点当心 赶快就带他去BMC 做了CT scan 发现真的转移到了头 发现了五粒的肿瘤 转移到了脑部 我们就开始了化疗 那个化疗本来要八个cycle 可是他做完两个cycle 头又开始痛 所以又发现肿瘤又出来了 他开始抽筋 他开始会抽筋 右手会抽筋 所以他就开始服用这个 脂肪抽筋药 就是KEPRA 然后呢 他还吃着一种叫肋固醇 他肋固醇要长期服用 但是因为质量准的药物 造成了副作用 它的副作用就是 它从75kg 变成90多kg的肥胖去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的皮肤变薄 所以全身都像裂痕那样 所以看到他这个真的很心痛 我们只能够祷告神 只能够祷告神 后面的就是你看到的 最后Aaron还是离开了我们 他在信仰上的成长 他没有一句的埋怨 甚至到最后他还告诉我 我说 妈妈 如果 上帝没有医治我 就找到我们不可以埋怨上帝了 他这个六年来 其实他都很坚强 他都很正能量 很依靠神 他会觉得 这是上帝要他在生命中 经历一些事情 我只看到他哭了三次 第一次呢 是在马路旁 他第一次抽筋发作的时候 昏倒在路旁 那么紧急被送入医院 他醒来就一直流着眼泪 因为才感到 那这时候才感觉到 事态比较严重去了 然后第二次呢 2020年发现他 跑到脑 脑部的时候 医院出来的时候 他流泪 然后他告诉我说 他不是为自己 他是说 他不知道怎么样 跟他的女朋友交代 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有跟我讲过这个问题 就有说啦 他自己在做这个决定之前 他是有祷告过 那我就说 我讲 这样子的话 你已经跟我说 我就是 我们都懂得 有这个情况 就是 你有这个病 可能 一年 两年 五年 十年 都有可能 就是你会离开我们 然后 我就说 这样我们就 珍惜 当下咯 我们就把每一天 都过得 就是 不要让自己 有后悔的 那个 时刻这样子啦 就我们每天都 都 珍惜 来呗 这件事过后 我会比较 长 比较尽量的抽出时间 去陪我的家人 大概一直 一直在关心我的家人 代替我弟弟 做他 一路来都在做的事情 对 呃 我不会 埋怨上帝 因为我觉得每一件事情 他都有安排 他有他的意思啦 所以我们也没有去 怪谁 还是去埋怨上帝这样 我要感谢上帝 把Aaron带进我的生命 虽然只是27年 但是他带给我们的 27年的亲情 然后他也让我看到了一个 不去为生命而奋斗的 这个 然后全然的信靠神 他真的全然的信靠神 没有埋怨 所以 在我陪伴他的过程当中 我的信心 我的信仰 因为你不断要操练这个信心的功课 你不断要 从 那个 依靠神 所以 让我的信仰更坚定 所以 我也希望 往后 我可以做好 关怀别人的工作 然后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 他的生命 不是一个终结 不是一个终葬 而是一个转葬 因为 将来永恒的国度 我们还会再见面 这个就是为什么 今天我要学习走出来 继续生活下去 耶稣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这个就是我要说的话 对我 所以我会看到 我是伤害的 因为我对他们都没有 我完成了 我完成了 我们在准备沙发 谢谢 拜拜